本台消息 广东省侨办组织的2017海外华媒看广东 海思广府文化行日前展开 在活动第一天 广东省侨办主办海外华媒与广东走出去合作交流会 即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来自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华文华语媒体 50名社长 台长 总编等高层代表出席 交流会由广东省侨办党组书记曾庆荣主持 广东省侨办主任李鑫在讲话中指出 广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实现四个坚持 三个支撑 两个走在前列等目标 需要进一步集聚海内外的智慧与力量 需要广大海外侨胞的大力关心 支持和参与 需要广大海外华文媒体一如既往做好宣传和推介 同时也将为广大海外侨胞和海外华文媒体 事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舞台 签署仪式上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董事长张浦先生 和其他海外华媒一道与广东省侨办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并同广东广播电视台负责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台长何耀先生应邀在会上做了发言 对广东省侨办多年成功举办海外华媒看广东 给予高度赞赏 希望能够充分发挥海外华媒的综合影响力 更加广泛地传递广东声音 讲好广东故事 在随后的几天里 2017海外华媒看广东海思广府文化型活动 将安排广州 赵庆 分开 云府等地的采封 本台也持续进行了跟踪 并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展现出来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发自广东的报道